祝你生日快乐 庄家会入住台中慈祭护理之家 欢度42岁生日 这是庄家会受伤后第19个生日 1999年6月5号 怀孕20周的庄家会 在台中广山搜狗百货 遭榴弹击中昏迷 发现子宫有缩缩的情形 就是一般我们说有早产的现象 当年9月庄家会剖腹生下女儿 经过强心针以及种种的急救过程 那都无效 在9点30分宣布死亡 外孙女走了 悲伤之外还要更坚强 庄家会的母亲熊玉兰女士 扛起照顾家会的责任 每天要看门诊的话 就是上下车要好几趟 家会看这边 对对对看这边 好棒 长期复健 居家照护 庄妈妈照顾家会无为不至 寒流要来了我是很紧张 家里有小朋友或是客人来 有感冒我是很紧张 身体健康 就是一切没有事情就好了 好多人来看 这家都很关心你 慈激仁医会医师定期关怀家会 台中慈激医院院长检手信 也亲自到家中关心他 肚子可以给他稍微摸摸 按摩按摩 有这样的姻缘 在照顾家会19年后 庄妈妈为了给女儿更好的环境 决定将他送到台中慈激护理之家 19年前上人曾经见过他一面 就给他一个祝福 那19年之后能住到慈激护理之家 妈妈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医院 7月份 庄妈妈在台中慈激医院 开刀治疗左肩韧带撕裂伤 护理人员带家会来探望妈妈 我带一个贵宾来看你 比较胖啊 气色也很好啊 感觉上我今天走这条路对了 我们家里是两个养他 在这里是这么多养他 觉得他就是整个体质觉 或者是其实反应真的是比之前还要好 然后就是听到声音跟他讲什么 就是你看他眼球的转动 我们就会觉得其实就是还蛮开心的 在台中慈激护理之家 家会有专业完善的照顾 父母亲都很放心 不过这时家会的父亲健康 却出现状况接受治疗 家会我们要回家哦 好不好 护理人员带着家会 回家探望爸爸 欢度父亲节 亲亲女儿的脸颊摸摸她的手 装爸爸眼泪止不住 看到护理之家同仁的用心 跟家会的进步 双亲终于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他们相信 有大家的照顾 家会一定会越来越好